各位学员大家好 下面我们进入第七点 个人股权激励所得 个人索税政策 那么它是另外一个形式的一个所得 那么包括这么四个形式 那咱们先把这四个形式的了解一下 看到底是什么样四个形式 那有什么区别 然后根据他们的特点 我们来学后面内容 所以不让一上来就看一下 这个税法有什么规定 你要先明白这个不同形式背后的状态 你明白以后后面很多内容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去学习 但如果你不明白 在这干记的话 列了四个项目 每个项目说要怎么规定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么你的学效率会很低 而且不容易记住 所以我们先要明白这四个形式的状态 那么第一个是股票期权 它什么情况呢 我并不给你股票 而是给你个未来可以低价买股票的权利 注意这个期权指的是未来 核心词在这个位置 未来给你个低价买股票的权利 这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个股票啊 未来也许我们可能估算到 涨到一股是十元钱 但是我承诺 那么你呢 可以按一股两元钱去买 那么这个期望下 当你未来在实现这个权利的时候 那么你每买一股的话 就能纯赚八块钱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于是呢 我们通过这么一种奖励 让员工呢 能够啊 更好的投入工作 那么让企业的这个状态更好 那么企业状态越好 那么你未来在实现权利时 这个差值会越大 你说我的企业特别棒的话 那么未来一股能涨到200的话 那你两元钱买一股 能赚198 就这个含义 那么于是在这个情况下 来我们分析一下 那么现在我给你这个权利 你需要征税吗 需不需要交税啊 那应该是不需要 为什么 你没有确定性的所得 所以我们针对这些形式 是否征税要明确 他们有没有确定性的所得 当确定的话 我们再征税 如果不确定就不能征税 因此我许诺 你未来有这么个权利 那么你现在 有没有真正所得啊 没有 说在许诺时 你是不需要交税的 那么只有未来 你这样实现这个权利 并且是这个状态的时候 每一股能赚8块 那当然你就实际交税了 那么如果未来且不好的话 没准这个一股都成一元钱了 那么你两人去买的话 还赔了吗 不是 那所以那个时候 你还需要无所得吗 来交税吗 不需要了 好 这是股票期权 那么什么是限制性股票呢 那么是获得股票了 他获得了股票这个所有权了 已经 他就是我的了 但是限制出售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他是什么状态呢 就是我现在允许你低价买我股票 而且你可以买了 比如说股票呢 一股是10元 你就可以2元去买 那你很高兴 那你很高兴 你就去行权了 我买两块钱的 那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你赚了8元的所得呢 这个8元所得 请问我们争不争税啊 我们才能去行权的话 我这里说了一个关键词 确定 你要明确这个含义 你都明确以后呢 后面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那么再看第三个形式 股权的奖励 我们 这是最大方的方式 直接给你股权 给你股票 给你了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 他是无偿获得股权或股票 那么就这个情形 我们分析一下 你说他应该在什么时候计税啊 我一给你 你马上获得确定性的所得 是不是这样的 因此我一给你的时候 我实现了我的承诺 许诺了我的承诺 那么这个时候你也获得了好处 那当然就要交税了 是不是这样的 这跟前面不太一样 他是即时获得好处 那么再看第四个股票增值选 这个股票增值选 是跟股票的这个所有权 没有任何关系的 我们上述千三个 我们都是把股票给你 只在给你的时候 还勾着你点 像这个期权 给我们限制性股票 是勾着你 我是可以给你 但是有很多限定条件 而我们这个股票的增值权 什么情况呢 我不给你股票 所以这个职员 并没有真正获得股票 那给什么呢 给你股票的增值 我许诺 这个股票呢 现在不是十元吗 如果这个股票能涨到十五元的话 好了 我就把这个增值的五元 我给你 那么你工作年限不一样 我给的增值的份额不一样 也许你工作五年 我给你一股 那就给你五块 你工作十年 我给你十五 那是五十块 就这含义 那么你获得一个增值的所得 那么这个所得 在我给你增值时 是真正确定的 那么除此以外 都是不确定的 你说他在什么时候计税啊 一定是在实现 这个增值时计税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上述呢 都带来一个什么情况呢 为什么要股权激励所得啊 因为当我们向员工承诺 有这样未来可期许的所得时 而这个所得本身 又跟我们企业状态相关 所以当每个职工 都能够为企业这个状态 去付出的时候 那么这个企业可能会更好 而如果你更好的话 那么上述我所获得的 也许就会更多 它是一个调动我们员工 积极性的这么一种方式 所以叫股权激励所得 好 明白了我上了这些关键词以后 那么后面很多问题 你在学习的时候 就相对比较简单了 因此你学到什么程度呢 抛开税法去做职业判断 就是我说的抛开 不是说不考虑耍规定 不是意思 而是你不要去死经被 你一算到题 有哪条规定呢 什么情况呢 而不是这样去 那你效率太低了 而是你一看到这个情况 就应该是这样 因为他只有那样的话 才能明确符合我们 更公平的状态 那么这才是 你需要提前的职业能力 跟你学习我们这门课时 要提高的部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先做个总括 这个居民个人 获得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税务政策 咱们先做个简单的总括 就上市的一些股权激励的 这个收入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之前的 他不需要并入综合所得 什么意思呢 他本来是综合所得 但是我们不需要 并入综合所得 干什么 单独拎出来 吃小字 我单独给你一套体系 什么体系呢 全额 单独按工资薪金来计税 这个是词 全额 什么意思呢 你平时的工资 能减去我们说 每月5000呢 能减去什么子女教育啊 那么这个呢 是就全部的这个收入 逼我们的工资薪金 来进行计税 不能再减5000那些 你可以减出一些成本去 什么成本呢 比如说 那个股票期权 我们允许你按两元 去买10元的那个股票 那么你的成本是两元 我们是所得所得税吗 那么是差额 那是它是所得 所以我们是可以这样来计税 但是呢 你不能减什么 每月5000呢 那些不能减了 因为那些在我们平时的 一般的工资薪金中 来去减除 于是呢 它单独全来进税 那么怎么继续呢 把它放进我们的 综合税率表 就是年度税率表 单独自成体系 但是上述这个 整个使用的状态呢 只剩下于这个时间之前 2023年12月31号之前 那么之后呢 我们等待政策的规定 那么大体是这样的 所以你记住 上述我们这个四个 股权激利的这个收入啊 它是单独自成体系来计税 你是我们学了好多好多 单独自成体系计税的 那么他们都是我们 个税里面呢 容易出题的热点 因此我们要重点关注 要多一练一练 而这个地方 又是更重要的地方了 因为它的复杂程度 比我们前面那几个 要难一些 那我们就上述这个激利的收入 咱们看一下 首先看授权环节 那么税法规定 他说员工接受实施股权激利计划 企业受益的股票期权 还有限制性股票 来注意这里面 我们前面讲了四个形式 这里面他只列了两个形式 一个是股票的期权 一个是限制式股票 他说除另有规定外 一般不自为应税走得来征税 这个道理我在之前都讲过了 已经 为什么税法里面 在这里面有这两个 而没有我们那个股票 增值权和那个股权激利呢 为什么 而他说了 这两个一般还不征税 我们的核心词是哪个呢 确定性 那个确定 那么这两个怎么不写呢 这两个是确定的 我给你增值权 那就是给你增值权了 给你五块 涨五块的 那给你五元 一授权即实现 这也一样 我一授权 这股票给你了 一给你就实现了 是不是这样的 而这两个实现没实现 没有实现 国奥期权 我说小张 你五年后可以按地价买股票 你的所得实现了没有 我是授权给你了 小张工作不错 给他记下人事部门 那个五年后 你可以低下买股票 那么我是给你做了这个授权 那这个真正所得 要等到五年后 那么限制性股票呢 要等到解禁后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未来所期许的 现在我们不确定 所以才一般不作为 我们的应税所得征税 你不明白 我说这些背后的实质 你就看咱们教材 你会越看越乱的 都不知道他要写什么 你要明白我后面这些实质 你在看的时候就会清楚很多 思路会清楚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税法的规定 你再看这句话 就简单明明确了 他说部分股票期权 在授权时即可约定转让 在授权时 我可怎么办呢 把这个对未来 未来低价买股票的权利 我让给你 说这个小张 这要忙着要结婚的呀 准备这些婚的一些这个 筹备呀等等的 那这怎么办 缺钱呢 这样小李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把我未来可以低价 买股票的权利 我让给你了 咱们做个登记 而且公司也允许这样做 所以这个未来的这个期权 人家在现在就可以约定转让 把这个低价买股票的权利 让给了小李 而且切在境内或者境外 存在公开市场 即挂牌价格 只有存在公开市场 跟挂牌价格 我们才能明确 这个东西到底可能会 值多少钱 有个参照 那么这个时候 员工接受该可公开交易的股票期权时 那么就属于员工 实际取得了确定性的价值 那请问你说争不争税啊 当然要争税了 按什么 按授权日股票的期权市价来决定 因为股票期权也是个金融产品 也是能够交易的 所以按照股票期权的市价 那么现在我这小张 把这个期权给了小李 这个期权在市场值多少钱呢 我们一看公开价格 值的是12块 那么你这获得的12块 就是你的一个所得 而这所怎么来的呢 那是因为你 小张在我工作很多年了 表现不错 才我们把你纳入这个奖励计划 所以呢 作为员工授权日 所在月份的工资薪金所得来继税 然后按我们刚才方式单独来继税 那么授权日 就是你实现的日期 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你有了确定性的所得 只要这东西可以随意转让 它的性质更像是货币资金一样 能够计时变现 我们就认为你获得区定所得了 所以你要按这个来集税 那么如果员工是以折价方式 购入的股票期权 你是以低价方式买的股票期权 那说我这是按照两元买的 而这个股票期权的市价 这多少呢 是10元的话 那么你成本是2元 那么在这个跟市价相比下 你的所得可以随时变现是8元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可以授权日股票期权市场 价格扣除这个折价购入股票期权时 实际支付的那个价款后的余额 就是我们刚刚说这里的那个8元 是不是这样的 来作为你的工资薪所得 于是是个差值 那什么意思啊 个人所得是什么 所得一般是个差值 咱们前面也谈到了 所以这个哩哩啰嗦说了很多东西 就是写了两点 第一点确定性 确定不确定 是不是这样的 我给你这支笔的话 这个笔值多少钱 我们不清楚 但如果这个笔是公开交易的 我一拿到笔就知道能卖多少钱 而且随时变现 那么这个笔的价值是确定性的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确定性 然后呢 后面又告诉你是权还是差值 如果你直接拿到股票期权了 就给你了 那好 那就是这个整个的市价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是你还付出一点价格了 那就是减少你的付出价格 你的成本 那么获得的净值 来做我们的所得 因为我们本身 个人所说嘛 对象是所得 好了 这句话虽然很啰嗦 但我清了意思了吧 你真明白我说的话 这些东西就不用记了 那于是我们再看里面更细的部分 好 那下面看第一个 股票期权 这个具体的形式 那么在行权前 那么行权前什么情况呢 我给你这个权利了 你在未来就可以低价买我的股票 这么一个期权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在你买之前 你行使你权利之前 就可以把这个未来期许的权利 给转让掉的话 那在行权前 你可能会卖掉 你可能不卖掉 那时候我们有公开交易价格 是不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 对于特殊情况 员工在行权日之前 就能将股票期权转让 那说明什么意思 这个股票期权 有公开的交易市场 那它可以随时变现 如果股票期权 你想卖卖不了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随时变现 能非常及时明确价值 不能够变现 值多少钱 那就不好说了 你买一个钻石 花了30万块钱 刚买完 一拎出去 你再卖 你看能卖多少钱 你会发现 它的状态 跟你想的不一样 如果这个钻石 可以随时交易的话 特别方便 快捷 到哪都能交易 到个地摊能交易 到商场也能交易的话 那么这个钻石的价格 将会非常的透明 但实际当中 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那么这里面 我们现在 你获得过期权以后 你可以随意去转让 你随意转让的话 那等于是 即时确得了 获得了期权价值 那我们就按 你获得期权价值来计算 那么你没付出代价 那就全要计算 你付出代价是 折价买的 那我们就按 净值来计算 那么放入 工作薪金来征税 那么这句话 就跟我们前面 那句话规定 吻合了 是不这样的 你明白那句话 这句话 我再说的时候 就感觉是废话一样 那是说明 你真学明白了 好 那是我们行权之前 但是有些股票 是不能行权的 但是有些期权 是不能行权的 因为它有约定 我们这个人是 因为特殊情况 你可以行权 一是我这个期权 本就是可以随意转让的 公司不限定 第二是什么情况呢 也许我们这个公司 有些特殊条件 允许你去行权 这本来 它是不允许你行的 但你现在我们允许了 比如说我这个员工呢 因为一些大病啊 要离职了等等 各种情况 那么或者调到别的一些 这个集团公司来工作 等等等等 那很多特殊情况 那就不再依序分内 分析内东西去了 总之呢 那么现在它可以在 行权权 获得这个价值 满足了确定性要求 但很多是有限定的 你不能随意去行权 得等着 等到满足我公司要求时 你再去行权 那咱们才开这个行权 那么有些这个 期权呢 我们是可以一获得 就等于可以行权了 因为公司不限定 但有些呢 不是公司是有限定的 于是我们这里再看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即时行权 那么员工取得可转任的股票期权 指的是可公开交易的股票期权 那么属于员工 以获得这个确定性价值 所以按照授权日股票期权的市场价格 必用这个来记税 这已经我说过了 已经 所以你明白我前面讲的实质 这些真的看起来就跟废话一样 好 那么现在你获得了明确的价值 比如说 你可以即时把你的股票期权给转让 那么转让一部分 比如说你有十股的股票期权 你先转50% 那么50%那部分那是确定性的 你需要交税 另外那50%你没有转 你不需要交税 是这么个流程 那么此后再转让时 我们就需要注意 那么因为这个是 你获得了股票 我一行全部获得股票了吧 你把股票再去转让 那么按财产主要所得 争免个税 因为我行权是行什么 我低价买股票 我用两元 每一个十元的股票 我叫行权了 一行权 我获得了一个八元的净值 那么现在股票在我手里存着 结果还上升了 涨了 有十元涨到了 十七元 那么一涨的话 我把它一卖 于是这个股票一转给别人 又产生一个转让死的期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前面这个是你低价买股票的 这个权力的去定价值 后面是你获取股票以后再去卖 那么才采用这个流程 好了 这是个流程的过程 那么第二是到期行权 针对什么呢 一些不可转让的股票期权 那么针对这个不可转让的到期侧才能行权 不到期你别来这个 那么逆行权 就会获得确定性价值 就是过了五年 你终于可以按两元 去买当时价值 十六元的股票了 你买一股就能赚十四 那么这个情况下 行权股票的每股市价 多少钱 咱们来按例 十六 减去员工取得该股权 股票期权支付的每股十权价 是两元来兴权 所以一股赚多少钱 十四来交税 并入工资新进交税 但是自成体系交税 它是属于工资新进性质 我说并入工资新进 可不是并入我们常贵的综合所得 所以它的性质是工资新进 但单独自成体系来替税 好的是我们第一项 股票期权 所以不要去死记 要明白我受到背后的实质 第二项限制性股票 那么它呢 这个公式看起来 比较麻烦一些 就是我把股票给你了 给你股票了 但给你股票 你不能卖 所以拿到一个非货币资产 没有真正实现所得 如果没有真正实现 我们是不能计税的 否则会带来惨痛的不公平 就比如说 我在楼市最火的时候 给你套房子的话 这房子当时值一千万 是值一千万 还不能随便转让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房子啊 是一个限售的房子 它是值钱 你不能随便转让 如果随便转让 我一给我房子 马上获得确定性价值 就可以计税了 但这房子说是值一千万 你不能去卖 要经过我们满足条件后 才能卖 那咱们假设 如果我们说啊 不考虑公平的话 我一给你一千万房子 还不能卖 你给我交税了 我哪有钱交税 这第一 第二万一过了几年 条件一满足 我可以去卖的时候 房子贬值了 贬成了十万 我之前一千万就得税 现在只值十万 我被税法给玩死了 所以那怎么可能呢 因此我们才要考虑确定性 这个价值的确定性 而非货币资产的价值 可能是不确定的 只有能及时变现 或者本身是货币 那个价值才是确定的 所以现在这个限定性股票 什么意思啊 我允许你买股票 你可以去买 你可以低价去买甚至 但是你买完以后也不能卖 等到解禁以后呢 才能够去买掉 是这么个流程 那么在这个腔下 咱们做个假设 那么你可以按两元去买 一股限售股 两元 那么我们在授权时 你可以买了 来买 这个股票都是多少钱呢 值十元 这当时时间是2023年 好了 你说你来买吧 允许买两元 这给你 但你不能卖啊 于是这十元对你来讲 是个非货币资产 价值不能卖 就不能确定 那么在我 获取时 它是多少钱 我这两元获取的 那它市价是多少钱 十元 来 套公司写哪去 写这里来 十元 好了 到了2025年 我终于可以卖了 解禁了 我卖了 那能卖多少钱 本批次一解禁 这一股解禁了 能卖多少钱呢 假设能卖八块 于是我们就要算一个均价 要做一个高低差 于是拿当时我们授权时 那个登记住股票价格 再加上本次解禁 那个当日的试价 那么算好以后 再做个均值除以二 来个高低差除以二 看你平均的所得是多少 这样才公平 如果你只按这个来计所得 麻烦了 这个非货币资产不靠谱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呢 要做个均值 然后再乘上 本批次解禁的股票分数 那乘上一 于是你的整个 这个股票的收入多少啊 那么根据刚才一笔的话 我们一除以二 这个数是九 对吧 九 我写到这了 那么九是什么 是你的一个收入 但是别忘了 你买这个新人生股票 是花了钱的 要把你成本减掉 你成本多少啊 被基地对象 实际支付资金的总额 你支付多少 是两元 然后本批次解禁的分数 一份 除上被基地对象 获取的新人生股票的总分数 也是一份 所以二乘一比一 还是二 那么减缺成本 于是你的整个锁的是多少 是七 是不是这样的 就这么一个计算的过程 那么假设你买的不是一股 是两股的话 允许低价买我们的股票 是两股 那么但是到了2025年 我们只解禁了一股 那是什么结果呢 套公式啊 这个是十不变 这个是八不变 然后我们除以二不变 然后乘上本批次解禁的一股 这份不变 对不对 减去被基地对象 实际支付的总额 你付了多少钱总额 你买的是两股多少钱 是四元 这块是四了 两股吗 每股两元不是四元吗 对不对 乘上本批次解禁的分数 本解的多少 一半一元 总的分数多少 是两元 按这个套公式 你算一下 看是多少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说这个过程 我说这个过程明白以后 这公式你发现 你就不需要死记了 好自己去 我刚才的思路 自己去比划比划算一算 然后再好听我们后面的内容 那么针对我们上述 新人型股票 那么在什么时候 产生纳税义务时间啊 就是你什么时候 该需要交税了 就是你结算是结算 该交是该交 这是个流程 那么该交叫什么 应纳税 应该纳多少税了 该把税要算出来 那这个税什么交给数据 来结算 是另外一回事 那这情况下 我们这个纳税义务纤维 每一批次 现象股票解禁的日期 一解禁 就产生纳税义务 你就要来算 为什么 因为一解禁 这个股票可以随时交易 而且是公开市场的股票 股票都是公开市场的 你有了确定性价值了 所以那就到了你该确认的时间 你说我不卖 不卖是你的事 你给我交税 得交啊 因为你有了确定性价值 是不是这样的 跟有房子一样 这一千万的房子 有限定 我给你一千万房子 你先不能交税 我一解禁 你可以随时交易 你就赶紧去 把这税交上 那时候我不卖 不卖的交啊 你获得明确的价值了 已经 他说看这个实质 好 那么再来个问题 为什么提前转让中 不包括现成性股票呢 我们刚才提前转让有什么 有这个股报期权 那么我们讲 现成股票时 怎么不讲提前转让了呢 你的答案都告诉你了 这叫什么这东西 限制性股票 你提什么提 你咋提啊 如果提能叫 限制性股票吗 所以因为限制性股票 在解除现成前 是无法转让的 所以叫限售限售 所以他们不提这一块 好 第三个股权奖励 这个最简单 我给你几股几股 那几股的话 按照获取股 悬实的公平市场 价格来确定 你获了三股 当时股票的市价 是十元 那就要三十计税 这个最简单 我一给你奖励 你获取了 就等于获得的 确定性价值 所以我们就拿 市价减零 再乘股票份数 就完事了 那这里就放在这里 十减零乘三 对吧 是不是简单了 那我们再看第一个纳税 那么上市公司授予个人的股票期权 限制性股票和股权奖励 经过向主管售金官备案以后 那么个人可自股票 期权 行权 限制股票 解禁或者股权奖励之期 就是实现之 有了确定性价值 就算实现 对吧 在不超过12个月的期限内 来缴纳税 这什么意思啊 你所获得的上市线所得 还能够享受一个 不超过12个月的 递延纳税 请问为什么 为什么对这几个就可以递延 怎么就不写股票 股票增值权呢 你明白吧 这个问题的实质 这东西其实也不需要记 只要记什么 记这个绿字部分 备案 这个程序 还有不超过12个月可以递延 那请问 为什么不包括股票增值权 而就这几个呢 我刚刚讲完 这些都是非货币性资产 你是明确了价值 但这个价值 是我们的货币吗 它的价值 只是以货币来表现 但你手里有货币没有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在路上碰到一个乞丐 假设 这个人 很穷穷潦倒 那现在呢 如果假设 我有一吨黄金 我送给他 那么他获得偶然所得 一吨黄金啊 给你了 就是你的了 那么他获取了确定的价值 而这黄金还能公开交易 但那个麻烦问题 那么一吨黄金 值很多钱 具体我也不清楚 咱没见过啊 比如假设值一千万的话啊 随便收个数 完全对方面不值 那么这一千万的话 我们按照偶然所得 要征百分之二十个税 请问 这个获取黄金 怎么交这二百万的个税 怎么交 拿黄金接交吗 税局收不收啊 你看谁背着黄金 去交税去了 没有 因此 我得先把这个东西 变现后 才能够去交税 如果不能变现的话 我就一直欠了个税款 我也等变现 但这个变现里需要时间吧 所以我们才给你一个什么 不超过十二个月 我们忍一忍你 给你个时间 让你过渡一下 所以你获得上市这些 是获得的确定性的价值 但是并没有获得 那个可以直接 去做价值值的那个货币 这两回事 我把这支笔给你 你获得一个笔的价值 但这个笔 拿着笔去买个汽水都买不了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货币 而我们税务局只收钱 这个道理我再讲 企业所说的也讲过 对不对 所以非货币资产 才会涉及地眼 那再请问 股票增值权什么意思呢 还有印象没有啊 什么股票增值权 这股票是十元钱 涨到十五了 我把涨的钱给你 给你五块 需要地眼吗 不需要地眼 你不仅获得确定价值 而且行事还是货币 而货币 恰是我们数据收的东西 你要交黄金 我们不收 是你要是有钱交啊 你说我没有货币资金 那你是欠税 那么这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国家政策权 才没有地眼性的这个 纳税政策 你明白这一点以后 这东西 你就记起来 你看一看再看看教材 你才读得舒服了 否则你要不听我讲的话 你自己看教材 你看什么感觉 怎么这会这会写句话 那会写句话 他记不过来了 怎么这样 你的思路很乱 因为你不要解背后的实质 那么个人转让股权时 适同享受地眼纳税 优惠政策的股权 优先转让 好了 明白我刚才的这些表述以后 后面这句话 就应该能清楚 你可以暂停一下 自己咱们咱们滋味 我问你句话 是在问什么 为什么个人转让股权时 适同享受地眼纳税政策的股权 优先转让 这啥意思 我给你地眼政策 是因为这些东西 没有实现货币形式 那么你转让 就实现了货币形式 你有钱了 干什么 赶紧先要交税 因此我们 是为他优先转让 你比如说 你获得了股票期权 允许按两元 买一个价值十元的股票 这股票可以随时变现 因为你一行权 就获得了明确价值 所以这八元要计税 你买一股是八元 买两股是十六元 那就买两股 来这横点的十六元 那么这个情况下 你用两股的股票 那两股票卖了 挣了十六元以后 这十六元不是货币 我交税 哎呀 这个没钱呢 我是有价值 但我没有钱 那么现在你突然 把这两股要转让了 转多少呢 你转让一股 只有一股你转让了 另外一股不转让 所以一股我们画个钩 转让的 另外一股我不转让 我画个差 现在你签了我数据税呢 签了多少钱 我就随便算个数 随便说个数 明白意思行 这个整个这十六元的税 假设是三点四元 我随便收个数 那么现在你一卖的时候 你这两股里面 你就卖了一股 卖了 比如说卖了这个十六元 那一股我不卖 这零 还在所里存着呢 当然在现实当中 你买的可是一堆 你又持有一堆的这个股票 这些股票里面呢 有些是通过股票期权来获得的 有些是自己买的 而股票期权那个获得的 可以享受地盐 你自己买的 不享受地盐 那么现在你把你存的股票 卖了一部分出去 好了 你们不管卖哪部分 我们要先示威你那些 享受地盐政策的股权 先卖掉 为什么你要把变性的钱 赶紧给我交税去 我就不忍你了 为什么 你有钱了 你不管卖哪部分股票 你有钱 你给我交税去 所以你实现这个货币的话 那么这个地盐纳税政策 叫刹车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句话 你明白我 这说的过程 这句话也就会 知道怎么回事 那么知道的话 你就能知道这句话 它究竟应该这样规定才对 就变得自然了 那么再往下看 地盐纳税的股权成本 按照加权平均法计算 不于其他方式取得股权成本合并 那么就是我们知道 这是加权平均法就可以了 它不是一计算 我们就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就可以了 那么就不再 一都去解释了 好的 那么第四个 股票的增值权 那么增值权呢 我们前面说了 它是非常确定的价值 一给你就确定了 而且是货币的形式 所以它计税最简单 行权日股票价格 减确授权日的价格 就是那个差值叫增值 那可以给你多少股了呗 你就直接交税就行了 它就最简单 那么纳税义务现在什么时候啊 很简单 兑现的时候 我一给你增值 你就得交税了 所以兑现的日期 就是我们纳税义务的 发生时间对吧 好那么于是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不享受 低延纳税政策 因为它已经实现了货币 就那些非货币的所得 往往才会涉及低延纳税 给你缓冲一下 因为毕竟从非货币到货币 需要过程 而我们数据只收钱 是的是货币 如果数据也收黄金 也收股票 那就简单了 对吧 来来咱们下面做一道单选题 2021年2月 孙某从前认知的公司 取得股票期权的是5万股 实权价是每股10元 2025年5月10号 行权1万股 当前股要市价是每股16元 再不考虑别的情况下 那么行权时 孙某英纳的税额为多少 咱们看一下 他取的是股票期权 实权价是每股10元 一共取了5万股 这是总量 那么在5月10号 行权了21万股 而当天的股票市价是每股16元 你行权 咱们按一股来算 你10元去买个15元股票 马上省下6块钱 获得6元的一个单股净所得 那么一股6元 1万股 那就是6万 那6万怎么继续啊 单独继续放到什么税率表 综合所得税率表 是放进我们这个税率表 年度税率表 6万往这里放 第二个集次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6万元 我们放进税率表 这样也算税 简单吧 应该选择B选项 那么这里还要注意什么 就是针对上述股权基地 居民个人 一个纳税年度内 取得两次以上 含两次股权基地 就要合并 来算我们的这个税金 所以前面我们那个股权的成本 才要涉及我们 加权平均的计算 因为你可以有多次 买来卖出 买来卖出 而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我们要把你买来的 那些来来来的 还有那卖出出出的那些 凑一块 就要涉及我们前面那句话 那个股权成本的 加权平均 当然这个不考具体的计算 我就没有必要再想解释了 好那么咱们明白意思即可 那总之我们要合并来算 针对什么区间 一个纳税年度内 来精算 以后你多次就凑一块 再算一遍 把上次交的一些税减掉 就是你这次应纳的税 就这个含义 好咱们接上例 对于孙某 他又买了 又兴权了 2022年10月 再次兴权 5000股 我再来一个买5000股的 双降还是每股10元 那么数据人到这涨了 又每股20元了 这次兴权更值 所以呢他兴权 要拿多少税呢 那咱们看一下 这又来一次 那应该怎么继税 这第二次应该这样继税吧 流程不能再一说了吧 这是这个净值 数量 好了 获得一个 第二次的应税收入 那我们要合并一下 因为都是年内嘛 要合并一下 所以第一次的 加第二次的 凑一块 来算个税 凑一块以后呢 放进我们年度税这边 往这里放 那么他还是在我们的 第二个几次 所以是10%嘛 还在这个几次 那么于是我们把这个税算好 算好以后呢 还要减去上次 尼纳的税金 只是这次你需要交的税金 所以累计交税是多少 8480 上次是交了3480 这次要交5000 这不是含义啊 那这个要清楚 你明白我上述的整个讲的这个要义以后 其实这些题呢 你就不需要再记什么专有的公式了 你就可以直接根据这个题的情形 根据我们前面讲的一些道理跟规则 你就可以直接来算了 抛弃那些所谓相关的规定 你明白这个核心点就可以了 好的 这是我们的上述 这个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的政策 下面一个 我们看居民个人 获得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收入政策 这个非上市公司 我们还单独列一个呢 为什么要单独列一个 跟刚才怎么不一样 刚才是上市啊 那我们都给你股权的话 你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猜一猜 思考一下 那个上市公司给你股权 它是以股票来体现的呀 因为上市公司嘛 给你股权那一定是多少份的股票 但是非上市公司股权就是股权的 不是股票 于这个情况下 请问股票跟股权哪个好变现啊 于是那个股票特别好变现 到公开交易市场 有明确的确定性价值 而这个非上市公司股权 它可能不好变现 我给你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名称特差 特烂这种公司 是给你股权了 你要吗 都不愿意要 为什么 东西不值钱 不好变现 所以这个情况下呢 这两个状态是不同的 那么就这个非上市公司 给本公司的一些这种奖励式的 非货币式的这种价值 那怎么计税呢 咱们看一下 给这个员工什么股票期权 还有限制性股票 这啥意思呢 那这一定是别的公司的股票 你不可能是本公司 本公司不上市打股票啊 对吧 我以别的公司股票奖励给你 那么还有股权期权 那什么 这是本公司的了 你看股票期权 股权期权 我不上市了 那我有股权期权 那么还有股权奖励 这是本公司的了 变现能力更差 所以说这个 它的这个主体特点 那经过备案以后呢 也实施地研纳税的政策 那么员工取得时呢 可暂不纳税 为什么 它没有明确的价值 只有在地研到转让该股权时 再计税 那个时候才能真能获得 确定性价值 所以才有这样的规定 我们就不再更多的阐述了啊 因为我们满足考试的需求就可以了 但是背后呢 有很多探讨 我们有机会再去聊 那么于是请问 为什么上述范围没有股票增值权啊 因为我们自己公司不发行股票 所以一般就不涉及股票增值权 除非这个公司呢 来玩点狠的 你把别的公司股票价值给参照一下 那才有这个可能性 那所以的话 这里面就没有谈到股票增值权 那么请问在转这个股权 是按什么所计税呢 他不好变现 你在转让时才计税 按什么来计税呢 作业跟刚才不一样了 按财产主要所得来计税 因为上市那些价值不好变现 没有明确的价值 所以我们在获取时限不计税 不确定 等你转让时才确定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按财产主要所得来计税 而不是工资薪金来计税呢 你包括我们前面一些公司 你参照别的公司的股票 那别的公司我要期选 那么对你公司来的角度 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把它 税法里单独列出来 然后呢 你获取时 那个价值不明确 先不计税 那么等到这个转让时才计税 所以按照这个类别来计税 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第二就是股权转让时 股票或股权期权 取得的成本按行权价确定 那么限制性股票 按取得这个成本 按照我们实际出资来确定 而股权奖励为零 那我们不说了吗 我们个人所得 所以所得是个净值 那就看你在获取这个标的时 有没有付出代价 如果是股票或股权期权 那你行权是代价 你许两股 买我一个每股价值十元的股份 那就是行权价 那就是成本 然后呢我们限制性股票 也一样 你到底买了多少实际出资 那是你的成本 而奖励没有成本 所以是零 好了 你明白我前那个所得的含义 那这块也就能清楚怎么回事 那么第三 享受低延纳税政策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利 必要同时满足下条件 这块呢是个难点 前半几个不好出题 因为这几个呢 我们看看这个文字描述 只要这种常规的描述 一般都是正确的 那么哪才可怕呢 这些位置 激励对象 因为公司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 决定的技术骨干 和高级管理人员 那么激励对象人数 累计不能超过本公司 最近六个月 在职职工平均人数的 百分之三十 有这个才可怕 这不好记 首先特定对象 而且有限定的人数要求 不能超过多少 是在职平均人数的 百分之三十 你不能员工给予 同等对待的奖励 不可以 只能对待一部分人 那么这位人都是什么人呢 一些管理人员 还有跟公司价值 那个给公司创造价值 核心人员 像技术股干 那么这样的人员 才能享受这个股权激励的 这个个税的政策 那么第五 就是股票 还有股权期权 自受益之起 应持有满三年 那么自行权之起 还要再持有满一年 才可以 我一授予你这个计划 你可以去 考虑以后可以买了 那你要先持有三年 然后呢 等行权时 我都把这个权利买掉了 你不能马上转让 再持有一年 所以这前后就得四年 那么限制性股票 自受益之起 应持有满三年 你低价买的话 买完以后 你还持有三年 等解禁后 再持有一年 而股权奖励 奖励之起 要持有满三年 那么上述第五条 是一个税法的 限制性转让的条件 你是解禁了 我们说要不让你解禁 你会继续持有 不持有 你就别管想着这个政策了 还有这样的规定 那么还有股票 股权期权 自税制至新闻之时间 不能超过十年 还有这个 是去年长度的限定 第七个 能是一个政策的 这个主体行业 是有限定的 如果你在这里面 则不能享受 那你是不是这里面的话 按这个来经确定 以这个为主 如果是这里的话 你就不要享受了 如果不是的话 就可以享受 下面需要注意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取得股权奖励的 个人锁碎政策 那么这里呢 咱们看这么几个规定 第一个是 针对科研机构 还有这个高等学校 转化职务可以成果 以股份或出资比例 等股权的形式 给予科技人员的奖励 那么这个经过 主管事务机关的审核以后呢 是暂不征收个税 那么这里 首先要注意主体 是针对科研机构 还有这个高校 做着职务科技成果转化 把一些研发的成果呢 以股份或出资比例 等股权方式 给这个科技人员 以示这个鼓励 但这个鼓励呢 并没有实现那个 我们叫货币形式 是非货币形式 而且呢 这个背后 涉及科技研发等 因此我们目前是 暂不征收个税 那么于是问题 针对上述科技人员 取得股权后 那么在持有期间 获得的股息红利 应该怎么计税呢 因为你在持有时 很有这个所得 因为这股权是你的了 同时 在这个科技人员 取得上述股权以后 如果往股权转让的话 应该如何计税呢 这我们也是后面要考虑的 那么因此 在取得时 我们要牵清楚 是暂不计税 那么在持有期间 取得股息红利 怎么计税 那么在持有以后呢 把它又卖掉了 那么怎么计税 就我们在后面讲股权 转让 跟股息红利时 咱们再谈 但是我们在学的时候 要考虑这个问题 一个股权 从获取 到持有 再转让 这不同阶段 有不同的相关的所得 我们需要能够清楚 那么第二项 全国范围内的高新技术企业 转化科技成果 及本企业相关技术人员的 股权奖励 个人一次缴纳税款有困难的 所以它有前提 有困难的 可根据实际情况 自行制定分期缴税的计划 在不超过五个公历年度内 进行分期缴纳 当然也需要向数据机关进行备案 那么这个也是跟高新相关 跟研发相关 那么这里面 上述情况 一次缴税 有困难的 注意前提 才能够涉及 在不超五年内 来分期缴纳 而这个高新企业 既可能授门 上市企业 也可能是非上市企业 总之 它也享受地研纳税政策 只不过时间很长 就我们刚才那个 职务可以转化 我们暂不纳税 在取得时 而这里面这些非货币的 这个所得 都要涉及 计税 但是呢 享受地研纳税政策 核心是他们是非货币的一个所得 那么这里后面还要注意些条件或限定 A 企业面向全体职工 实施的股权奖励 不适用该政策 必须针对 本企的相关技术人员的奖励 而不是针对全体职工的 那么全体职工的 按我们前面常规的来处理 第二是 技术人员 转让奖励的股权 含这个奖励股权 所滋生的一些送转的股份 并取得现金收入的 那么该现金收入 应优先用于缴纳 尚未缴清的税金 一旦你的非货币的那个资产 能够变现的话 那个变现的钱 要赶紧用于交税 我们就不再递言了 总之对这一部分 最下不递言了 所以为什么有这个规定呢 很简单 你取得货币资金了 第三个 技术人员 在这张奖励的股权之前 且依法宣告破产的话 那么技术人员 进行相关的 群出之后 没有取得收益或资产 获取的收益或资产 不足以缴纳其 取得股权 尚未缴纳的应纳续款部分 那么数据官则不欲 再欲以追征 因为你没有取得 确定性的那个收益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时候 为什么那个 限制性股票 在取得的时候 我们先不交税啊 因为很简单 你没获得确定性的 那个所得 或者是价值 这也是一样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没有获得 确定性价值 那么这部分 我们就不应该 再予以追征 或者你确定的部分 少于你负责的成本 那么这部分 也不予以追征 就这个含义 那么于是呢 我们上述 针对股权激励的所得 那么事务处理 咱们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针对居民个人 有上市公司 还有非上市公司 那么上市公司的 这个股权激励的收入 我们属于工资 薪金的性质 那么在继税时呢 是这样的 授权或许诺环节 我们一般是不征税的 如果在授权许诺时 你马上就能够变现的话 获得确定性价值 则需要进行这个征税 就是我们所得 行权或兑现 你马上就能获得 确定性价值 那这时候 我们才会涉及征税的问题 那么在继税时 是单独继税 是用综合所得的这个税率 那么就上述在继税时 如果不超过 实位期限的话 我们可以行低延纳税 这是我们要了解的 那么非上市公司呢 我们获得这个 整个股权激励 在我们授权的时候 那么你是先不计税的 只有在转让时 才能获得确定价值 我们才会涉及计税 因为它是非上市的嘛 它不像我们那个上市的 可以随意的变现 有公开市场 那么这个呢 很可能没有公开市场 所以就在转让环节 实现那个确定性价值 才涉及计税 那么按照财产转让所得来计税 我们后面也会谈到这个问题 那么它 适用的是地盐纳税政策 地盐制转让环节纳税 因为你取得时 没有了货币的那个形式的价值 那么同时我们要注意 高新技术企业 五个公立年度内 可以进行地盐 但上市呢 不包括股票增值权 因为它呢 往往是获得 趋势价值 而且还是货币表现 所以不涉及地盐 这是我们居民个人的这个处理 那么非居民个人呢 咱们放到后面 再进行讲述 咱们放到后面